咱们再来交流 视频中的小伙来到一家拳馆表示他要踢馆 过来学习学交流一下 不过非常的不巧 今天他们拳馆教练不在 只有他们拳馆的保洁在 那么这个小伙就在拳馆开始自己打沙袋 不过技术太差了 我们都知道去别人拳馆打沙袋 是非常不礼貌的 而且更过分的是 他要向拳馆的宝洁挑战 小伙看他说没时间 他又开始展示了下他自己的身手 为了小伙没有放弃 还是想和他交流 宝洁小伙实在没办法了 于是同意了切磋 但是表示大家一定要带拳套 但是没想到这个宝洁小伙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一个后手直拳 直接治好小伙的失眠 那是写的 我才会说 我疏忍那你带来 快點 快點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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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開始 你也變了嗎 好 好 好 看到了 來 看到了嗎 快點 接下來 再來看一下中國的奧運冠軍 周世銘他來到一個空井的基地 進行拳擊的切磋 我們來看一下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們可以看到空井很壯 和周世銘根本就不是一個級別的 但是周世銘呢明顯就是放水 根本就沒有進行很犀利的進攻 突然一個下前的搖閃 加上一個後手擺拳擊中了 可以看出來周世銘的步伐非常的輕盈 很放鬆 那麼空井略顯僵硬 對於周世銘的進攻 簡直都慢了一拍 看周世銘連續打了很多拳出去 對手都沒有防住 對手開始一些反擊 但是拳都被周世銘一一給化解 根本完全就摸不到周世銘 這個空井肯定是他們基地裡比較厲害的 但是對於周世銘來說 技術真的還差了太遠 又是一頓操作猛如虎 但是周世銘沒有發力 對手也是心悅成福 我們再來看一遍 對手很快 對手 周围所有人都响起了掌声,完全被周世民的技术给蛇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你们对于踢管和周世民的技术怎么看呢?评论区里告诉我吧